3号上午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蔡英文特别班述裴洛西特种大寿清云勋章 称赞裴洛西是杰出的政治家致力提升台美关系的卓越成就 面对持续且刻意升高的军事威胁 台湾不会退缩 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坚守民主的防线 同时也希望和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合作 共同维护民主的价值 43年前 台湾关系 美国有了一领导 永远与台湾 今天我们的专业 我很羡慕 来台湾为不愿意 我们不会拒绝到台湾的 commitment 我们很羡慕 我们很羡慕的友谊 这次两人会面 副总统赖清德 AIT 处长孙小雅等人也都出席 一行员在中华民国国旗前举行合影 之后 佩洛西与蔡英文闭门会谈约一个小时 随后举行媒体互动会 并透露台美相关贸易协定可能快乐 之后 佩洛西还与蔡英文到台北宾馆共进午餐 包括台积电创办人张周谋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和树副董事长陈建中等人都是座上宾 蔡英文还剖出现场象征台美友谊的兰花 强调台美共享的不只是民主人权 在经济发展和民主供应链的合作上 也持续努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张其林 综合报道